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那你认为儿子是爸爸上辈子的什么呢 亲笔呗 为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 我猜的 儿子是上辈子的兄弟吧 为什么呢 因为父子之间的感情 就跟手足一样的吧 就是那种男生之间的 就是哥们那种感觉吧 儿子 兄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儿子 都可以跟爸爸相处很好 跟朋友一样 就像做兄弟一样 儿子啊 应该是来坑爹的 怎么说呢 因为儿子的话 可能很多都要给予吧 付出也是要挺多的 儿子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调皮捣蛋的这种 儿子是母亲的情人 怎么说呢 因为父亲都有情人 如果母亲没有情人 那不是很孤独吗 儿子是爸爸仇人吧 因为就是坑爹 敌人吧 那因为妈妈最疼的就是儿子啊 那儿子就是爸爸的敌人 那你更喜欢儿子一些还是女儿呢 女儿 为什么呢 是我的小妙啊 应该是女儿 因为会可爱把她打扮成 各种粉嫩的样子 女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觉得跟我做姐妹啊 女儿吧 因为女儿可以小的时候可以尽情跟打扮嘛 儿子的话 对我他爸就好了 女儿 女儿是小妙啊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女儿吧 为什么呢 因为女儿好 就是比较好打扮吧 我觉得 都一样吧 这个我觉得没有特别的 很因为我觉得 其实性别这个东西大家都讨论很多吧 但我觉得都一样吧 没有什么 哪个比如说生男的就好生女的就好 像我家以前我妈说 就家里人想要生男的 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想法 对就是生男生女的都差不多 仇人吧 都喜欢吧 只要是青春的 女儿吧 为什么呢 贴心的小妙子 因为儿子以后就是 感觉以后会有自己的家庭吧 就是不要跟老婆多一点